甜美的女孩总是给人一种舒服,令人想要亲近的感觉,而在娱乐圈也不乏甜美可爱的女明星,比如谭松韵,杨子,赵露丝,于书欣,田希薇等,她们长相甜美,演技也在线,所以她们每次出演的作品也很是深受观众的喜欢呢。 杨子在2022这一年,杨子有三部剧与我们见面,分别是《余生请多指教》、《沉香如谢》以及正在播出的《贺顿的小可乐》三部剧,三个完全不同的角色,杨子都把他们演活了,杨子的演技一直以来都是在线的,这也是她出道这么久以来都深受大家喜欢的原因。 赵露丝赵露丝在2022也给我们带来了三部作品,分别是《且是天下》、《星汉灿烂》、《胡同》这三部剧里属《星汉灿烂》的热度最大,她在这部剧里饰演的承哨商与吴磊饰演的灵部仪组成的CP无路可逃,可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呢。 不得不说,赵露丝真的把承哨商演绎得很成功,无论是眼神,心理还是肢体动作上,她都抓住了要领。 虞书欣外傲女孩虞书欣,在2022年给我们带来了两部作品不同题材的作品,分别是《苍蓝爵》和《两个人的小森林》,《尊上》和《小兰花》的爱情,真的很难让人不刻啊。 这部作品无论是剧中的浮化道,还是演员的颜值与演技都很在线,小编我当时在看的时候,真的是沉醉式追剧呢。 田兮薇,田兮薇,可能大家认识的不多,但是说到最近比较下饭的剧《青青日常》,你可能就会反映过来,《青青日常》是由她和白敬廷主演的。 在这部剧里,她饰演的李薇和白敬廷饰演的尹征,可谓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逗趣的剧情。 引得我们不由自主的,就跟着剧情看了下去,这部剧目前还没有跟完,但只要一段跟,就会有很多青人催更呢。 就是不知道,你看了他们之中谁的剧,又比较喜欢谁演绎的角色呢?